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這幾天 美國幾乎直接在南海 對中國正面宣戰 而且呢 這一個聯軍成行圍剿中國 然而呢 事實上呢 這一次在香港的制裁方面呢 白宮也放話說 揚言要制裁林鄭月娥跟韓正 事實上呢 包含了媒體追蹤 紐約時報報導 那川普事實上考慮 限制中國共產黨員的 這一個九千多萬名 跟家屬 禁止入境美國 那這一次 美國對中國的制裁 接二連三 不斷的出手的同時 蓬佩奧在他個人的推特上面 po了三張生活照 一張生活照片是他打肉丸子 捏肉丸子 再來是他的狗在玩維尼熊 所以呢 這張照片呢 就在推特跟網路上呢 不斷的流傳 到底羞辱維尼背後 是不是一個黑色幽默 同一時間呢 在美國內部 有一個重要的變數跟變化是疫情 昨天最新的新聞是 莫德納的第三階段疫苗跟人體實驗 大規模的擴展 而莫德納的股價呢 有了一波新的這一個漲勢 同一時間 莫德納如果推動的出 相對安全的疫苗 那對於今年呢 不到這一個四個月 只剩下三個半月的美國選舉 也可能帶來政治的變化 而這背後會有多大的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 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透視中文研究員 同時是台大政治系 榮譽教授 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法律專家宋承恩 大家好 再來是吳敬傑 大家好 再來是財經專家王以龍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喔 網路上其實是不斷的傳 蓬佩奧的家常生活照 那這兩張照片 事實上幾乎是同時發的 那因為呢 這個維林熊呢 摊在地上 而且被這個蓬佩奧家裡的小狗呢 當成心愛的玩具 好好玩耍呢 在網路上 於是有了擴散的效應 然後蓬佩奧事實上 是有公開出來 談論相關的 中國跟南海議題的 好 創下 剛剛看到的是蓬佩奧的宣戰發言 同一時間喔 他即便PO生活照 這張照片當中 他的手在打肉丸子 他號稱說在做 他爸爸最愛吃的餐 他本人打肉丸的同時呢 他的小狗在玩維尼 羞辱維尼 這個事實上背後 也有政治意涵 蓬佩奧在打肉丸 而且呢 要大塊躲魚 就好好的吃下去 然後呢 他最喜歡的養的小狗呢 小狗的最喜歡的玩具呢 就是維林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現在南海呢 有很多呢 很多國家正成為的 美國南海宣言的開門犬 有沒有這個意思 就變成是一個宣戰的意味 然後非常帶有一種黑色幽默 是非常強烈 而在這個這麼強烈的時候呢 其實呢 制裁共產黨員 對中國要強硬的時候 中國呢 反而有一些奇怪的一個氣氛 這個奇怪氣氛是什麼呢 在過去 中國國防大學 也喜歡在環球時報 解放軍報裡面寫文章的 他叫做 軍中戰狼 他叫做代序 那突然之間在中國現在傳了很多 代序傳的一篇文章 裡面講說要有四個想不到 也有十個新認識 想不到 美國竟然對中國有這麼大的仇恨 想不到美國對我們下手 竟然會這麼的狠 想不到 美國對付我們的時間這麼急迫 想不到 美國完全不給我們談判的時間 然後要十個新認識 第一個認識就是 絕對要記得 美國從來不是指老虎 美國是真老虎 所以到最後結論是不要看各國跟美國好像沒有協同步調 過去的歷史裡面 當美國決定動手的時候 他的盟國和全球最後都會跟他站在一起 所以希望整個中國要重新認識 而這個最有趣的是什麼 代序出來說 這篇文章不是他寫的 是有人立民的 可是更奇怪的是 以中國現在這個控制這麼緊 如果不是他寫的 如果不是這個意思 早就該下架了 可是這文章 你去Google都找得到 微信都有 所以代表著是不是他們內部真的已經感受到 其實這個壓力是非常非常大了 那這為什麼壓力這麼大呢 剛剛就講了 其實現在蓬佩奧除了這個 捏肉丸 然後像愛犬的照片之外 他說他現在即將要出發 要去訪問英國 訪問丹麥 要繼續好好去談 那個華為5G的事情 要把它更具象化 而且對於整個香港的問題 怎麼樣讓全世界歐洲跟美國同步 他要繼續談 然後他順便又提了一件事情是 接下來對於華為 對於華為裡面 關於華為的一些員工 也要開始在擴大實施 簽證的限制 所以對華為還會繼續的下手 而蓬佩這裡面突然出了一個新聞說 他們曾經知道說 本來川普在九十天後 要公佈的制裁名單裡面 本來有放林鄭 後來被拿掉 白宮馬上出來說 沒有這回事 我們會繼續的去淋名單 而在這淋名單的時候 就會出來一個 紐約時報一個更新的消息 針對三億的中國人 可能川普都要動手 為什麼 川普有可能會應用 他過去的時候 對於那個伊斯蘭的一些法規 對於移民的法規 對於九千兩百萬個 中國共產黨黨員 他的家屬子女 都可能在入境美國 或做一些處理 所以這個一億影響 就是三億的中國人 都會是川普制裁的對象之一 好 那汪浩大哥 這一次川普到底出手奪仲 一方面影響到美中的攻防 一方面也影響到 他內部的選舉 今天事實上 有兩份比較新的民調 親共和黨的智庫的民調 他跟拜登的民調支持度差距 只有三個百分點 那但是呢 另外一個媒體機構進行的民調 川黑的民調 他跟拜登的差距是11個百分點 但是無論如何 他是現任者 可是他也是民調相對落後者 所以他未來三個多月的重大政策宣示 都會影響到他本人的政治的連任 也會影響到這一次 美國對於中國的全面開戰 究竟戰場開到多大 對這個 當然了這個目前為止 川普的民調是落後的 但是這個 一般這個現任者是有優勢的 所以最後三個月還是有很大的變數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變數主要是在疫情上面 那現在美國當然一般的選民最關心的還是三大問題 第一就是經濟 怎麼樣能夠這個儘快的經濟復原 而且創造就業機會 第二就是控制疫情 第三當然是美國的這個法律和次序的問題 因為前一段時間因為黑人的這個運動造成了整個美國社會次序的不穩定 那現在這三大問題當然是在美國國內競選是一個主軸 那跟他有關的當然就是跟中國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因為美國今天之所以疫情這麼嚴重 美國之所以經濟受很大的挫折 特別是失業 當然是跟中國的掩蓋疫情這個事情是有直接關係的 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川普最後能不能再次當選 能不能重新選上 也是跟中國的共產黨的政策有很大關係 所以他會拿這個跟中共對中共的政策 作為這個競選的主軸 這是毫無疑問的 那麼相對來說在這個問題上 也是拜登比較最軟弱的地方 因為這個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麼從現在的能夠看到的情況來看 我覺得這個美國國內的數據 無論是民調還是這個疫情的數據 也確實有很多讓人那個魂濁不清的狀況 那有很多網絡的這方面的討論 但是這個一個基本的趨勢還是沒有變化 就是美國現在每天新確診的人數還是在不斷的上升 而且相當快的速度在上升 但是同時這個美國的死亡的人數 是一直是相對穩定而控制在一個一個 幾百個人的這樣 七八百人的這樣一個數字上 所以相對來說 美國的死亡率反而是在逐漸下降的 甚至於在全世界的國家裡面 美國死亡率是属於排在相對比較後面的 十幾位將近二十位那樣的狀況 那這個當然可能是跟這個美國確診的統計方法 和他的做的testing有關係 但是相對上另外一個外界關心跟壓力 就是疫情跟疫苗 因為一旦疫情跟疫苗可以控制的話 川普的選情跟政治攻防就比較能可控 但是一旦疫情跟疫苗 沒有辦法這一個在掌控內 比方說假設第三階段的疫苗的人體實驗並不順利 那顯然就未必年底之前來得及有疫苗 那照美國的疫情搞不好惡化到年底 那川普的選情可能就會受到拖累跟影響 所以疫情疫苗同時影響著政治 當然那是這樣 可是我看那個Dr.Fush他們的講話 他實際上是相對樂觀 但即使是比較樂觀 他們也認為這個疫苗最快也要到明年一月份才能推得出來 讓大家普遍可以打疫苗 所以我想大概來不及在今年11月份大選投票之前 就讓大家能夠普遍打疫苗了 這個問題可能對川普的選舉短期內沒有太大的幫助 從疫苗的角度 但是是不是現在比較在美國國內比較最大的爭議是說 因為現在這個確診的人數快速上升 要不要二次封城 要不要有關的各州要重新lockdown 執行很嚴厲的這個封城的這樣一個政策 這個問題現在是美國國內最大的一個爭議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國國務卿 事實上發表了非常重大的談話 那幾乎在南海宣戰的同時 在推特PO了羞辱維尼熊的照片 引發了網友們的大幅的討論 同一時間在美國內部最大的政治經濟的變化 是疫苗跟疫情 昨天美股事實上開高大漲 主要的核心是莫德納 傳來了第三階段人體實驗的好消息 我們看一下川普獎的片段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I want every citizen know that we're using the full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fight the China virus and to keep our people safe through operation warp speed we will deliver a vaccine in record breaking time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e vaccines we have many many different vaccines being studied right now many of which are looking really good and we're ready to distribute the vaccine when we get it we're all set taking a risk an economic risk of preparing for delivery because we feel very certain it's going to be there but logistically we have our military ready to go we have generals that's all they do is distribute things and they're going to be distributed hopefully a vaccine or a therapeutic and it's coming out really well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have some good news very very quickly having to do with the vaccines we're also working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on the vaccine many countries are working with us we're unleashing our nation's scientific genius to kill the virus 好 明老師 剛剛看到的是川普 對於這一次的疫苗的樂觀的公開的談話 那確實他個人的選情 跟美國內部的經濟跟疫情 都跟疫苗的發展 跟時間賽跑 可是同一時間南海這個戰場 美國的政治跟軍事的動作 通通都加大力道了 對 我想其實南海應該就是反映了 現在美中關係的一個側面 我先很快把南海的問題談一下 最近我們看到這大概差不多兩個多禮拜來 美中在南海之間有很多相互的動作 首先是7月初開始 中共在西沙部分進行演習 那趙立堅趙立出來講話 那你講話就算了 但他結尾講一段話說 我們在那邊演習是合法合理的 但是美國在南海進行這麼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是別有用心 好 那麼美國在做什麼事情呢 美國在7月4號的時候我們看見 他接連有兩條航母呢 從菲律賓海進入到南海 一條是雷根號 一條是尼米茲號 這是非常罕見的 美國在這個地區進行的雙航母演習 我會查一下資料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應該是六年以來的第一次 而這次的演習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還出來講話 他說我們為什麼要這次演習呢 我們的目的呢 是要支持一個自由與開放的 印太地區的戰略 所以就在這地方呢 我們看到幾乎時間是重疊 而且我們看到新聞上講 美方的這個軍艦指揮官說 我們看到了他們 他們看到我們 所以比如說雙方距離非常近 那麼你演習你的 我演習我的 但是雙方都在觀察 對方的這個演習的情況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在大概也差不多這段時間了 7月6號到8號呢 美國的偵察機呢 多次接近中國大陸沿海 特別靠近廣東地區 然後按照中共的這個 一個戰略智庫呢 發表的照片跟資訊來看呢 大概6號 7號 8號 三天都有過去 而8號這天呢 最接近 接近到好像不足100海里 所以那已經是個非常近的距離了 那麼一般的軍事評論員都認為說 這是個美中兩國呢 在南海大秀肌肉 是 那我們常常講說 做這個動作呢 當然很有意義 但我們更想問的就是 動作背後在想什麼 就為什麼會做這個動作出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也談了幾次 這個港版國安法呢 跟這個制裁的問題 港版國安法的6月推出來之後 美國很快的在7月初呢 就在上下兩院 兩黨合作呢 通過了香港自治法 然後川普也很快 簽了一個行政命 去補足這個香港自治法 當然現在這個範圍多大呢 還有爭議 就像剛剛李凱樂講說 林鄭月娥 或者包括在里面什麼等等 我是這樣想啊 如果川普要直接制裁香港的話 他有兩個人會比較快 第一個是警隊隊長鄧炳基 第二是保安局局長 但是這兩人會更快 因為你一下動到林鄭的話呢 那個成績非常高 但你動到警隊隊長 跟動到保安局長呢 你還有點點彈性空間 那就看他想做到哪裡 所以同樣我再說一次 動作的背後有意涵 我們是從動作去判斷 他背後在想什麼事情 那麼現在香港的問題呢 目前就是你推了 你的港版國安法 然後我通過了 我的香港自治法 然後同時為了行政命令 但是我們細節有沒有出來呢 還沒有出來 因為我看你下一步怎麼做 雙方有點像什麼呢 像在下圍棋 你拿的黑紙 我拿的白紙 雙方拿了這個紙在手上呢 屏息以待 看說你這一紙這一手呢 你這一手落在什麼地方 我在決定說我這一手落在哪裡 這是香港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說 如果動作的背後 都反映了他們的思維的話 那我們現在可以盤點一下 大概最近這差不多三年左右的時間呢 這兩國之間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都應該記得很清楚 就是貿易戰 我們節目談了很久 貿易戰呢 從開頭我們講說 第一會有貿易戰 第二中共會假裝認真打 然後節節敗退 然後最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但是我們看到 在這個談的過程當中 有幾個問題浮現出來 第一是貿易逆差的問題 這問題呢 大概如果沒有意外 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但是可能不會到達 讓川普真正滿意的地步 因為中共現在財政能力不行 第二問題就是 中共用各種辦法呢 偷欠美國的技術跟科技的問題 第三個呢 就是壓迫 中共呢 壓迫到中國大陸的美國廠商 你們把一些商業機密 跟把一些技術機密交出來 這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就是 美國說那既然這樣的話呢 咱們得少個公平 那麼我的市場開放給你的話 那你的市場得開放給我 你怎麼開放市場 這第四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在操縱匯率 你的人民幣像這樣上上下下 川普已經試過善意了 就說你沒有操縱匯率 你不是匯率操縱國 因為如果美國一旦宣布 中共是匯率操縱國的話 那他就必須採取一些制裁措施 講的話就讓說 自己我們不要走到這一步 那你也不要走到這一步 但是不管走到沒有走到 貿易戰的這些衝突點呢 是已經爆發了 而且我可以告訴各位 現在都沒有得到解決 這事情還在進行當中 這是第一個大的議題 第二大議題呢 就是華為 那華為現在還是一個 方心未愛的議題 不管你說孟晚舟怎麼樣 或說這個5G 美國封殺到什麼地步 總而言之就是 現在如果說 照你剛剛這樣講的 連華為相關的員工 你的簽證都有問題的話 那表示說美國是準備升高的 我個人對美國走到這一步 我是有點懷疑 我會存疑 但是我認為說 這個議題呢 那當然是一個活的議題 所以這是第二個大的議題 第三個議題呢 就是新疆問題 新疆問題過去也講了很多年 然後這個維吾爾人呢 在美國國會裡面 遊說各方面進行很長時間 終於現在呢 剛剛在6月份簽訂了 2020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那你不是說 簽了那個香港自治法 然後趙立堅說 废止一張嗎 他在川普簽 維吾爾人權法案的時候 也講過這話 真的 也废止一張 他每一張都是废止一張 所以至少按照趙立堅說法 就川普已經簽了兩張废止了 但是千萬废止之後 中共還是非常生氣 中共對废止非常生氣 同時我們看到 這幾天就差不多這個禮拜吧 維吾爾人呢 在國際法庭 對中共提出控訴說 你種族滅絕 那麼也就是維吾爾的事情 即便沒有美國的支撐 維吾爾人自己在國際上 也要把他鬧起來 更何況現在美國通過這個法案 而且美國基本上 他說我關切維吾爾人的人權 跟文化的發展 好 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呢 是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 我們從反送中開始 一路談談下來 然後美國也看了這個 中共跟中共的背後 然後港點前面 殘酷增壓 當時不是很多人就想說 你們這個美國一定會拿 香港問題去打中共嗎 我說應該不會 我說因為川普呢 太在意那份貿易協定 他希望有那份貿易協定 加上現有的經濟成就 他可以順利連任 所以香港問題呢 他遲遲不表態 遲遲收回來 但香港問題鬧到今天這一步呢 川普不表態是不行的 我記得我上次講過說 其實你仔細想想 香港問題走到這一步 然後香港呢 中共推出了這個港版的國安法 它的性質其實比六四問題要嚴重 六四當然見血了 大家覺得說啊很嚴重了很嚴重了 六四影響到的是幾萬人 直接來說在北京是幾萬人 當然主權中國人的人數非常多 可是外界知道的並不多 但因為他流血了 然後有西方記者在現場拍到 所以大家覺得衝擊特別大 可是香港問題大家想想看 他不但是香港七百多萬人 會被關進鐵幕 從此會基本上過得跟大陸老百姓 一模一樣的生活之外 你可以看到對香港的鎮壓會繼續下去 第三個部分就是香港的這個情況呢 還牽涉到歐美各國在這裡的 重大的經濟跟政治的利益 還有一點就是如果香港你這樣幹下去 我不表態的話 那我可能不用玩了 對不對 今天我覺得梅克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梅克爾對香港問題如果再軟弱一點 梅克爾的政治生命可能要提前結束的 這對世界各國來說 德國內部是很反彈的 它是一個很核心的價值觀的問題 不是一個很簡單說 我對香港有多大經濟利益問題 梅克爾如果說你在東歐的 或者東歐或者阿拉伯世界這個難民問題上 你採取了這麼溫和的人道主義的話 為什麼在香港問題上面 你採取一個截然不同的態度 這點是被人家批評的 所以我說香港問題呢 它會是美中衝突的第四個熱點 第一個熱點當然就是武漢肺炎 我幫大家再數一下 美國現在關起來就是第一 病毒是怎麼來的 第二病毒是怎麼泄漏的 第三呢是不是有意泄漏的 好這三個問題 假設這三個問題我都不問的話 那美國還有其他問題要問 第一你為什麼隱瞞疫情 第二你為什麼放這麼多人出國 第三你為什麼甩鍋給我 第四你為什麼搶買防疫物資 第五你為什麼勾結世衛撒謊 第六我之前發現新的事情 你趁疫抄底 因為疫情的關係歐美很多國家 大企業什麼倒下去 結果你在背後抄底 你用低廉價格買走了 或企圖要去收購 那對歐美各國來說 它提升了另外警惕 它說這個好像是 你有意在幹這事 你有意讓我們變這樣之後 然後你也要抄底 更不要說美國在這疫情當中 剛才前面也提到嘛 你死亡這麼慘烈 然後染疫情況這麼嚴重 都不要說要被影響我選舉 我反而會說 今年就算沒有選舉 任何個美國總統能夠放過 武漢疫情這件事情嗎 恐怕沒有辦法 所以它必然會成為一個 大的一個題目 更何況這題目 現在正在延燒當中 就像你剛剛說的 如果年底前 美國的疫情好轉 疫苗出現 經濟慢慢復甦 那對川普來說是一件好事情 反過來說如果不發生的話 這件事情都沒發生的話 對川普選舉來說可能是壞事 好 那我們再推完一步說 沒有選舉的話 川普要不要做動作 還是要做動作 不管是民主黨 不管是共和黨 只要走到這一步 你就非做動作不可 所以跟選不選舉沒有關係 選舉只是加重了它的比重而已 所以也就是說武漢肺炎這件事情 誰當美國總統恐怕 都不能輕易放過 好 再來就我們前面講的南海問題 南海問題呢 中共當然現在很敏感很在意 但是美國更在意就是 很多年前你跟我講說 南海問題並不那麼重要 結果大概在20年前吧 可能還再早一點點 我很早就被美方的學者問說 中共講說南海是一個重要的利益所在 是什麼意思 我們說好像還沒那麼嚴重啊 結果我被美方問了兩三次 我開始注意 我說對 中共講話有點不一樣了 他說南海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他過去不講的話的 過去講說重大利益或什麼 現在改成核心利益 我說這個要注意 坦白說美國人對這比我們還要敏感 因為它直接影響到東南亞 東亞的跟東南亞的 很多重大的這個經濟的航道 所以不管戰略上怎麼樣 在經濟上它已經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段時間呢 我看到中共有一個 跟官方非常接近的智庫就出來講 他說你們注意一下 美國在南海最近幹了什麼事 你看第一 它跟越南的戰略合作提升了 第二 它跟菲律賓的同盟升溫了 第三呢 現在它正在搓上南海行為準則 在搓上南海行為準則的過程當中 很多這些所謂的聲索國呢 都跳出來了 跳出來呢 要么就是把一些什麼島啊 拉進來或佔領啊 什麼等等 然後造成繼承事實 然後二方面呢 就說他們聯合起來要對付我 中共好像忘了講自己 它在幾個島礁上面 折壁交了美濟交什麼 又擴大又幹什麼 就你前面講到說 南海軍事化的問題 美方非常生氣 最近我看到連續幾年呢 美方都有高階的將官也好 高階的這個政府官也出來講說 中共明確背棄了 它當初在南海所做的承諾 2016年5月份 這個習近平來訪問美國的時候 親口跟歐巴馬在玫瑰園講說 我絕對不會把南海島礁軍事化 現在在南海島礁我們看到什麼呢 第一 我們看到超過1000英尺長的這個 這個跑道 飛機跑道 第二 現在我們看到五層樓的房子 第三呢我們看到彈藥庫 第四呢我們看到飛彈發射的這些東西 然後第五呢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 這個重的設施什麼等等 然後呢很明確 雖然我們還沒有 現在有人說還沒有明確看到飛彈 但有人說看到 所以這個消息是有矛盾的 但是我們確定一點就是 在南海大概可以發射飛彈 這個大概是確定的 不管它現在有或是沒有飛彈 那這會有多大影響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在南海方面 直接指稱 中國一切所作所為 一概非法 那幾乎形同宣戰 同時呢 在聯軍 在周圍的包圍網 也全面的這一個圍剿成形 那老師 全世界都關心 南海現在的衝突到底會拉到什麼程度 有沒有可能有軍事的熱戰或者是有限度的熱戰 熱戰機率還是比較小 因為從1945年 尤其1949年 當世界有這些大國跟超級大國 手上慢慢有了核子跟原子武器之後呢 我們幾乎沒有看過兩個核子國家對抗 除了印度跟巴基斯坦之外 也就是還有譬如1962年 美國跟蘇聯在這個古巴的這個軍事衝突摩擦 雙方都不敢直接訴諸熱戰 因為就怕惡性螺旋上升 就是一旦開打一旦開火之後呢 最後忍不住呢 就要動到核子武器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敢這樣做 但是在南海傳出消息呢 大家就是不那麼樂觀 因為現在國際媒體講說 中共除了在那邊建設 軍事化的這個建設在島礁之外呢 另外還傳出消息說 有可能在南海搞南海飛航情報區 除了既這個東海飛航情報區之外 可能搞南海飛航情報區 一旦這樣搞的話 那南海幾乎就要變中共內海 那大家都不能走了 所以美國先一天到講說 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等等 他這個就是要破中共這個飛航情報區的 中共在香港問題上 已經形同跟國際宣戰 在南海問題上 他只要再走一步走到這一步的話 那幾乎就是宣戰 你剛剛講說美國再在這邊行動宣戰 坦白說還沒有 坦白說我認為說更多只是在秀肌肉罷了 所以這件事情在往下走 我認為就是形成熱戰機會非常小 因為雙方都有極端克制 但是軍機 軍船 插帳或什麼等等 這種小意外是發生的 01年不是發生過嗎 01年不是一個EP3 然後被這個中共那個戰艦機就撞了嗎 撞完之後中共就損失一架飛機 損失一個飛行員 然後美國那架飛機被飛到那個大陸去停 要被拆了 然後還回去嗎 所以這種衝突可能會有 但你說爆發熱戰的機會非常小 一旦爆發熱戰的話 雙方會立刻喊停 雙方會後退 因為只要不喊停的話 那雙方幾乎就準備進入惡性輪延上升 大家都不敢這樣走 所以南海呢 我覺得相對來說會緊張 但是大概不會爆出來 這是第六件事情 第七件事情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美方點名多次說 你們在搞戰略外交 然後利用債務外交呢 去搞這個奪取戰略要地 或戰略資源等等 還包括在吉布地港呢 你用雷射光照顧我們的這個飛行員 然後我們最近眼光眼睛受傷等等 那當時美國是非常強烈抗議這件事情 所以一帶一路呢 美國現在大概也要想辦法的對抗 當然現在也幫了我們一點點 叫藍點計劃 藍點計劃也幫助我們在南太平洋 在一些其他地方呢 能夠鞏固我們的邦交國 那同時也是阻止 中共一帶一路呢 向這邊擴張 然後這是第六件事情 第七件事情 第八件事情就是 你這邊提到說聯軍 盟軍或者是周圍的 這個反中的盟軍 對差不多這意思 其實它不只是周圍 應該這樣說就是 美國早在大概1819年的 幾次副總統演講 跟蓬佩奧的演講呢 已經在呼籲說 大家要形成一個同盟 當然那個話講得還比較輕 可能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了 他們準備在打造一個 全球反中共大同盟 那麼這東西呢 雖然現在沒有正式出來 但美國的呼聲呢 已經漸漸不斷 然後你說不管波頓也好 或上次那個參議員 還是誰也好 講說跟台灣重新建交 什麼等等 我們數了幾種可能性 這事情我上次說 雖然不會說馬上發生 但所有的這些東西 挑動於中共很敏感的事情就是 你們是不是聯合想要對付我 然後一旦這東西 只要有個八字有一撇的話呢 那中共可能那個神經呢 會敏感到不行 所以對中共來說呢 這第八件事情 第九件事情就是黑命貴 看起來黑人命貴這件事情 跟中共好像扯不上邊 但是我現在曉得說 美國有些人已經在暗中調查說 黑命貴現在鬧了這麼大 BLM這件事情鬧了這麼大 是不是中共在背後有三風點火 因為這些人是有左派背景 有共產黨背景的 所以美國的敏感聲線挑起來了 好 最後一件事跟我們有關 就是我們前兩天談的 對台軍售的問題 對台軍售 中共去制裁落馬 那看起來不是一個很大事情 因為落馬跟中國大陸的 這個生意往來並不大 但它背後的意涵 倒值得我們玩味 也就是說中共對所有這些事情 它現在必須連起來看 它不是個別孤立看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就是 美中冷戰是不是開始了 大概我們往後觀察幾點 第一 觀察香港情勢的發展 第二 觀察美國的經濟 然後第三 觀察中共將來 在剛剛講的地方的動作 有沒有再進一步 刺激西方神經的問題 所以我再說一次 有美國總統大選也好 沒有美國總統大選也好 中美關係在逐步惡化 這是不爭的事實了 而且明杰 美軍事實上最近是不斷的 秀它的軍事肌肉 我們先談一下 今天這個漢光演習 下午有一個突發狀況 那有一個比較遺憾的消息 就是說今天這個陸軍航 這個陸航有一架OH58D 齊歐瓦的這個徵收直人機 那不幸在這個新竹基地 不明的因素目前來看 就是這個在起飛三分鐘之後 就是這個可能是墜毀 或者是縱落地 那機上的這個正駕駛 簡訊的少校跟一個副駕駛 高興上位 那兩位都不幸這個殉職罹難 那在漢光演習的過程中 發生這個事情 當然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 因為我的印象中 OH58D這兩年以來已經有幾次 好幾次的意外發生 那大概像今年五月的時候 他在台南歸人 也是在飛訓過程中 也發生這個縱落地的狀況 那2018年也有一次 同樣在飛訓的過程中 有縱落地 那等於說兩年內 就發生三起這樣的一個事件 的確有必要進一步調查 那特別是今天漢光演習 當然很多事情 是要這個實戰化的一個方向 那等於說 這整個狀況 也許超演的科目 易於這個平時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天后的狀況 倒沒有特別異常 那特別又是在一個 新竹的這個空軍基地來說 地形上面也沒有什麼 比較特殊的威脅 所以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 是不是機械或人為的因素 我相信這個軍方 他們會組成一個專案調查 小組去了解 那特別是過去 我們這個跟美國採購 這個總共有39架 OH-58D 那當初他是要負責徵收的 那後來陸續採購61架 這個AH-1W眼鏡蛇攻擊直升機 雙方本來是扮演各種不同角色 我們過去歷年漢光演習 都會看到OH-58D 在這個演習開始的時候 他會先飛出來 做一個低空的一個盤旋 在這速燒後頭 就做掩蔽 那他這一個直升機上頭 有一個徵收雷達 一個圓球 他就會進行最戰場的 所謂的這個目標的徵收跟定位 然後再把訊息傳給這個 眼鏡蛇直升機 用上面的地獄火 飛彈去進行打擊 那這樣的一個合作模式 事實上過去本來是台灣 入行的一個重要戰力 那不過後來因為採購了新型的 這AH-64E的APA7直升機 他等於說 本身就帶有雷達 又有強大火力 就是徵收一體化之後 所以OH-58D 現在在美軍來講 他已經逐步在處一之中 處一之中 所以等於說 他過去扮演的角色 也慢慢降低 那台灣是不是採購這批直升機 它的相關的性能 或者是維修保養上面 有沒有什麼狀況 我覺得軍方都有必要進一步去了解 但是就是說 在台灣漢光演習 這種強調實戰化 實兵化 當然有存在高度風險的 一個情況之下 我認為台灣的防衛 做在各方面的演訓 也不能因為這樣子一個狀況 就中斷 還是必須要持續的強化 那特別現在外在的整個國際情勢的變化 我們看到就是說 美中之間的軍事的這個角力 還是持續在加大 那我們看到美國在今天 他在美軍的部分 他又在德州部分 他秀了他一個另外一個大象漫步 先前已經在亞太很多基地 關島阿拉斯加夏威夷 有秀了很多包含這個F-35戰機 F-22 C-17運輸機 今天是秀出來的是 38架的C-13洞J 這樣的運輸機 我們國軍有C-13洞H 就是現在這個畫面 這個是F-16 這是先前的 這應該是在其他的基地 這是語音機 那今天的畫面是 這個就是C-13洞 這個C-13洞J 那在德州這個地方 他今天一共排出38架來講 規模非常大 事實上我必須要強調一點 我們看到像這是F-16 F-16戰機 真的作戰的時候 也不會擺這個正式出來 我必須要說 軍事有時候其實就是一場秀 這個秀本來就是要展示戰力 當然這個秀 只要看你是要把它翻成 是好像這個作秀的秀 還是展示戰力的秀 這是不同的解讀 那你看美軍雙航艦 真正他在作戰的時候 他不會兩艘航艦 這麼近距離並排在海上航行 那是要給敵方攻擊 他一定是分散 所以這樣的一個秀 基本上他就是在展示肌肉 就是在威責對方 所以這樣的過程 的確我們看到 有必要對於這個純純欲動 不斷對外軍事擴張的中國 當然有必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嚇阻他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事實上美國的疫情 跟疫苗的發展 有這個息息相關 而且高度症相關 那同一時間老王 昨天因為傳出來 Moderna的疫苗 這個有指望 因為他進入第三階段人體實驗 而且找了好幾萬個 這個重要的一起實驗 所以有機會成功 那所以昨天Moderna股價大漲 那當然美股的表現 也相對的強勢 所以美國的政治經濟的變化 跟疫情疫苗的發展 基本上是高度相關 對 基本上上禮拜這個 我們看到美股 有一度重做到窮了 那是不是因為傳出來說 加州可能又封城了 那昨天大漲原因 當然傳出來Moderna 他去試驗的這些人 身上普遍都有抗體 而且他告訴大家 7月27號 他又在90個 全美90個地方 招募3萬名勇者 勇者就進來打疫苗 所以那接下來我覺得重點 你說7月底 那接下來預計在8月 甚至最晚到9月 可能就會看疫苗入市 那疫苗絕對是川普 未來要重要推動的一個項目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疫苗 到底成不成功 對股市 還有疫情對股市的觀點 是非常正向的 非常正面的連動 所以如果疫苗推出來 代表疫情有解 那美股一定大漲 然後川普就會嘴說 你看道瓊又漲 那斯達克又漲 一定會這樣講 那是他的政績 那一看道瓊成分股 昨天會大漲 原因就是因為很多 航空股也跟著大漲起來 代表 對 昨天很多航空股是大漲 因為疫情 疫苗有救 代表觀光航空 什麼都會起來 所以這是連動的 所以我認為大家 這個疫苗股 這個絕對是川普的哲心 那我們看到 那斯達克昨天也是 強勁的反彈 那斯達克前兩天 有一根腸黑 大家發現 那一根腸黑 也就是因為傳出來 有可能又封城 不過這兩天 大漲又很好笑 就說病例好像要下降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現在股市 在美國股市的部分 就是跟著疫情上來上去 那上陣指數就不一樣 上陣指數今天 尤其是A50的部分 殺了一根腸黑 是5個percent 不過我覺得 這個漲多 跌下來是合理 不過有趣的畫面是 這個我們之前 上禮拜就說 鹿股在大漲 A股在大漲 可是道瓊在跌 這禮拜呢 那個道瓊開始漲了 那鹿股在跌 這兩個在互相角力 我覺得是金融戰 蠻好玩的 那港股的部分 也是稍微做一個回調 基本上都是漲多的回調 那看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台積電召開法說會 基本上Q3 第三季的獲利 第二季的獲利 都超乎預期 反正台積電展望 本來就非常好 那你說這些華為的問題 雖然也沒有直接看得出來 可是你從它獲利 從它營收 預估來看的話 其實也沒有受到 太大的影響 這跟我們一般 在看台積電一樣 它還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所以台股的部分 就維持在高檔的震盪 所以是非常強勁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香港的部分 這個中國學者 這個名字叫江山 他金融專家 他說現在為什麼 美國還沒有大動作 就對香港做制裁 那是因為 再等這個美國資金撤出來 這個就好像 關姐已經有說過 如果兩個大哥要打架 這個沒事了 先撤 你先跑一跑 跑完我再對製裁 才不會傷到自己人 因為如果這個真的下去的話 會傷到自己人 比如說現在外商撤港 有人開出第一槍 德意自己銀行就說 我本來香港 在亞洲的駐地 我要改到哪裡 改到新加坡去 這其實蠻不意外 未來還會有更多 企業的總部 或者是企業的辦公室 辦事處 會從香港移開 那當然首選 當然是 我們說是新加坡 新加坡 因為很可能就去新加坡 那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的地位有多重要 幫大家複習一下 不管是美國經過香港的貨品 還是中國經過香港的貨品 貨品都非常多的比例 所以說這個地瓜 我剛才講完 是要棄商巡 就是美國如果是要制裁 會先打到自己 所以要先說你要撤僑了 要辦事處要撤的 趕快撤 或是你要繞道的 趕快想好繞道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這一個就是地區的總部 還有這個辦事處的總和 其實到2019年 是創下了這幾年的高峰 但我認為 因為現在是2020開始 我認為這個最近 會開始產生很大的變化 就總部開始會撤了 那你可以發現 這些的總部 這些那麼多的辦事處 主要的業務範圍是什麼 最大的那一塊就是進出口的業務 那進出口業務是做什麼 大概就是很多 我們講因為美國之前 有所謂的特殊關稅 特殊香港特殊地位的禮遇 那很多東西就進到這邊 我就不用跟中國客一樣的關稅 我先用這個方法進到香港 再轉到中國 我們從下一張你會看得更清楚 但下一張你可以發現 這個就主要出口商品 電子的商品非常多 電子產品是最大塊的 那個占比已經60幾個percent 那出口到哪個地方 出口到中國的內地 所以你就懂這個意思 就是說很多的貨品 當中口貿易 對就是貿易 為了避開關稅 那因為香港有特殊的關稅的禮遇 特殊的待遇的禮遇 所以我進過香港 當作一個轉運口 再進到這個中國內地的部分 那如果你看看主要的服務 這個服務有分什麼 金融 旅遊 那金融右邊的話 是主要服務輸出的國家 其實你看 中國的部分大概就是旅遊這一塊 那金融業的行業就哪一塊 第二大塊 那個美國占比 就是說美國在香港 有很多金融業的重心 總部 我覺得未來也很可能 會有搬遷的可能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關係有加速惡化 那其中兩大戰場 互相有攻防 一個部分是南海的 這一個究竟角力 會殺到什麼程度 另外一方面是香港的制裁 當然媒體點名了 會不會制裁林鄭月娥或韓正 甚或點名 會不會影響限制所有共產黨員跟家屬入境美國 所以這裡頭呢 香港的自治法案 基本上都羅列清楚究竟可制裁的範圍 對 香港自治法的制裁 最大的特徵就是說 他總統一定要通過制裁 那他是有一個時間的 國務卿在90天內要做出一個名單說誰侵害了香港自治 然後在最後60天內商務部要做出這個跟他來往的金融單位 是要受到制裁 這些絕不是一張廢紙 他是總統必須要對個人要一年內要算要實施制裁 對於金融措施的話 他可以分兩階段 但是一開始就要至少有五項制裁要提出來 他有九個大項 如果我們仔細看 非常非常的廣泛 包括不可以做一切的買賣 你的公司的股東及CEO不能夠入境美國 不能夠做貸款 不能賣國債 不能做基金 不能外匯 不能做信貸 不能投資 不能取得軟體以及交易 這個實際上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 一旦你是個人 不但是你自己還有跟你往來的銀行 也不但是跟你往來的美國銀行 還有跟這些美國銀行做生意的外國銀行 全部都可能會完全隔絕於美國市場 也就是說誰要被制裁 他放錢在哪邊 他銀行一定會開始查 誰要從國外的代理 要賣美元給他做美元的交易 這些銀行也可能會被美國的管轄權所涵蓋 而且更最重要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殺手鐵 就是說所謂的財產落入美國之管轄 其實在實際上意義會說 你就不能用美金交易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交易 如果是國際上的交易 都是透過美元來結算 你一旦透過美元來結算 從這個法的意義來說 就是落入美國管轄之財產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報導 所以你所有持有的外匯 只要列入國務院黑名單 SWIFE系統 通通都可以凍結你 那你就是辛辛苦苦 搞不好兩輩子三輩子 然後一覺回到解放前 因為所有的財產都被扣押的話 當官有什麼樂趣 為什麼不是一張廢紙 因為現在是從銀行端來查這些人 所以說每一個銀行現在都開始查 我們看到報導開始查說 哪一些人可能會被制裁 然後我的客戶裡有沒有這個 我要趕快清掉他 否則的話我會被制裁 跟我往來的客戶也會被制裁 所以現在說是媒體報導有誰呢 除了我們過去所談過的 包括一些這個汪洋啊 栗戰書等這個中共政治局的常委 包括特首林鄭月娥 包括港澳辦主任 中聯辦主任 香港國安委員會 警務處律政司 或是我們看到新疆的狀態 是保安廳的官員 其實我們看到說 這個為什麼不是一張廢紙 因為中國的官員在外面藏錢的 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大量 據說韓正就有藏大概30億美金 然後說汪洋大概有幾十億美金 韓正的女兒跟女婿在香港 也操作私募基金 也是非常有名的私募基金 所以我們一再地講 香港的制裁很重要 因為所有中國高官或者大的企業家 他們要把錢搬離中國的D站 都是先放在香港 台灣海角七億那一個金流 離開台灣的D站也是香港 而且高官子女在國外的 不管在香港或在美國的 也包含甚至戰狼外交的代言人 耿爽或是華春瑩 耿爽最近在美國的紐約 做這個美國駐華府的 駐聯合國的副代表 大家看到他簽的女兒在紐約上學 然後華春瑩以前他的子女呢 也是在美國讀書 所以不管是從人的 或是從金流的 會讓這些高官的這個 自由完全受限 金流無所遁形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中時的觀眾 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還有Telegram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觀眾朋友分享訂閱跟追蹤 我們同時訂閱也突破70萬了 我們會早一天來直播 這個抽獎感恩祭 歡迎還沒有訂閱的網友 觀眾朋友跟粉絲朋友 趕快按訂閱 謝謝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